我們繼續往下介紹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可以順利的使用一個按鈕 然後去切換開關我們的第一個plugin 那我們現在只針對一軌就好了 我們先把這些軌道拉到旁邊來 我們把這個monitor拉回來 好,我們現在只針對一軌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去切換這一軌的所有的plugin 好,那我們剛剛已經確定好我們的參數 我們剛剛從56、57、58、59、60 它基本上是依序下去的 所以這樣各位就知道我們應該要怎麼用了吧 想了一下,應該就是要用transformer 所以我們先建立一個transformer 然後我先習慣是我們會把這個plugin的插槽 就是slot1,插槽1,插槽2,插槽3,插槽4 所以我們就會先改一個名字 其實你可以看個人的需求 但是我建議還是用名稱會比較好 譬如說,你可以01 有沒有,或者是slot1 slot1 好了,slot1好了 第一個插槽 好,那我們 我們連過來後 這是第一個插槽 是56,所以沒有影響 對不對,第一個插槽56沒有影響 好 我會這樣是先多一個slot1 是不動它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複製一個 好,slot2 好,這個時候我就要去針對這個東西去做 我們剛剛是第三個,就是data1的數值 那很簡單,所有的數值bypass過來後 我們要add add add1 這樣就好了 第一個我們不動 但是我也只是為了要標明 就是slot1這樣子 所以我們只是讓它沒有變 它還是bypass過來的 好,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好,我們先測試一下喔 我們要怎麼接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們要開一個類似極限器的東西 這個英文有點難唸 沒關係,各位就知道這個歐開頭的這個 好 當我這個接過來以後 再接過來 到這邊 我按這個開關 有沒有 我的第一個插槽的plugin會bypass 好,那我們第二個slot2這個呢 很簡單 我們只要從第一個slot1接過來 再接過來 然後我們再開 有沒有 這樣各位就理解了吧 這個非常簡單 只要懂了後 其實你花個大概20分鐘應該就可以做好了 好 然後呢 既然這樣子我們就繼續下去 我們就目標我們先做四個 那基本上個人的建議是你可以做到 十個 我覺得八到十個OK 因為你可以涵蓋全部了 對 基本上超過十個就有點誇張了 對 好,因為你可能 沒關係 就這樣 大概八到十個啦 好,然後我們再來 這邊option鍵按住 複製一個 然後這個是第三個插槽 好,那我們就接過來 好,那我們看一下喔 有沒有 三個都bypass on,off on,off 那非常簡單 我們再做一個 好,這樣各位就懂了 我們就可以 做八到十個 甚至超過十個以上的話 你都很快 可以很輕鬆的馬上完成它 是 然後我們就接過來 好,一樣 四個可以同時的bypass 有沒有,非常快速 好 再來呢 我們現在目的是要 希望可以 bypass 全部的音軌的時候 該怎麼辦 好 這個時候就是剛剛這個 極限器的功能 呃 我們先 把 這個東西先牽回來 好,假設這邊已經有 四個插槽 可以控制四個開關了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monitor 我們就先殺掉 好 那我們 把這個叫回來 我們連過來 好了 好 一樣 隨便掛四組效果器 隨便掛好了 然後四組 再加個EQ 好 那我們要做 可以全部一次 一個按鈕 可以bypass 所有的效果器 的時候 那我們就這樣做啦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好了齁 那我們按按看喔 棒 有沒有 我可以一個按鈕 可以馬上 迅速的切換 開關 我們效果器的 所有效果器的開關 這樣你在 後製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速的切換 所有的開關 好 到這邊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還是先把所有的線 先牽回來 好 這時候個人 就會有人想要問說 那這樣的話 我每次都要牽線嗎 呃 這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logic的時候 因為logic太自由了 所以基本上 你懂這些概念後 其實應該是要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整理一個template 就是一個暫存檔 那以後你開啟檔案 你這個開關就有了 就會在 然後基本上 像我的建議 你可以 Audio Check的暫存檔 你就可以開一次開個32軌 就看你的平常的工作的需求啦 我覺得 你可以建立一個最大值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超過 那你只要 先一次的連好所有的Audio Check 那這樣的話 你每次開 就會有一個 Audio的效果器的開關啦 這樣各位就應該比較有概念 好 到這邊應該就可以 大家就已經懂 如何去建立一個 效果器的開關 而且還非常簡單 你只需要用到 如果是 四軌的話 其實你只需要用到 三個 Transformer 我第一個只是為了要標明 標準 有slot1 第一個插槽 但是它是沒有變的 到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OK 因為它是沒有任何東西 它是沒有任何東西 十分之間 有任何東西 有任何東西 感谢观看